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五傍晚发推表示 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不应该错误地宣布胜选 特朗普在推特中写道 乔·拜登不应错误地宣布当选总统 我也可以这样宣布 法律诉讼才刚刚开始 事实上 在选举日的次日凌晨 总统特朗普就曾宣布自己赢得了大选 并在此后多次宣称 自己在多个结果未出的州大获全胜 拜登竞选团队已经确认 拜登计划美东时间周五晚八点 发表黄金时段电视讲话 地点位于特拉华州威明顿 接连在宾州和佐治亚州取得选票优势后 媒体预计这一讲话可能是拜登宣布胜选的讲话 另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根据白宫的指南 预计总统特朗普周五晚不会在镜头前讲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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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